你看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很多忧虑 就说这个年轻人他胸无大志 他不去创业 让他当个课长 他都不肯当 他就肯当这个小课员 都这样的话就怎么办 你看逻辑上关键就在这出现了问题 问题是多元化的社会 恐怕不会出现 就连咱说的佛系青年 马上就会说有道系 有儒系 有法系 他不会 就是你的这个幻想 就是等于啊 咱们还习惯于那种啊 大家还希望趋同啊 所以突然出现个芙蓉姐姐 出现个凤姐姐 哎呦没见过 这好新鲜 所以才喜欢说 那实际上你比如说 他们讲有一个德国 中国孩子到德国上学 那中国孩子就说 我是最美的 那周围同学和老师都说 当然了 你当然是最美的 你知道吧 根本不会有人说笑话 或者有个小孩说 我想当总统 OK 你想当总统啊 这不会成为学校的笑话 这其实恰恰是反映了一个多元化 人们呢 视之如常了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小确信啊 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我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不会全中国13亿多人 都会变得这样子 不用担心的 对 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啊 方方面面 会让有的人 不会这样子 大死他也不会 他想去做总统 就用不着那么 放心 他做不了 但是能够 就是稍稍 实际上要我看的话 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满足于这个小确信 如果他分的 真的是很透露 很喜欢 很享受这种境界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样的人是 这个境界是很高的 我看一个台湾人 写这个文章 他挺有意思 他就讲啊 小确信 跟你说的这个丹麦的 北欧的这个 他认为不太一样 他认为这个台湾青年的 这个小确信背后啊 似乎有一种悲情 他不但是一种 就是说我简朴的生活方式 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种自我安慰 比如说你看 他打入一本 他小确信 看到一道菜很好吃 拍了之后 自拍 他说你看 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嘛 似乎呢还要发朋友圈 告诉大家 比一个这个手势 是对我自己这个小 幸福的一种自我确认 我确认一下 我 我是幸福的 但是是幸福的吗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上 他当然是幸福啊 他未必 未必是幸福的 我们很难 甚至有可能是无奈的 甚至有可能是这个 没有办法的 等等 我是觉得说 当然里面有一些 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假象 你以为你幸福 其实你不幸福 我就想经常每一代 看下一代 也经常难免 我们从这种角度看 我想起我小时候 在家里 外面走廊跟小孩玩 我们那个年代玩倒屋圈 怎么讲呢 要将斗 打出斗 但我爸经过又觉得 你们这玩好玩吗 男人大丈夫 又打就真的打 我们起义吧 我说起义什么 反应 反应 对 在他眼中看来 你这一代 总是觉得在他眼中 太没出息了都不反应 虚无的 可是你每一代 也每一代的幸福感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一代 他不仅是晚这个 他有他起义 他利大志的地方 不是 就咱们比如说 你讲这种低欲 我对这个陈教授 我刚才讲的 就是当年的 我们有一种特有的 如鸡似渴的那种感觉 感受很深 你看 比如说 是不是当物质 极大丰富了之后 人没有那种 如鸡似渴 你像当年 我们这个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就记得 那就是 就是那种饥渴感 看什么书 看什么叫 十八世纪 法国哲学 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尼采 又拿到一本 就觉得跟金勇武侠小说 一样好看 实际也半懂不懂的 包括这个萨特的什么 但是就是熬夜能够看 我今天就觉得 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个精神上的 如鸡似渴 还有一个呢 就是物质上的 如鸡似渴 就我到今天 我还记得 我平生头一回去美国 哎呦 我就看到这个美式早餐 你知道吗 我去了美国十几天 到最后每天早上 我不顾时差 六点就起来 到餐厅等着吃美式早餐 就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大个的面包 我的天哪 就是那么美式早餐 还里边有杏仁 有什么 而且那个大可乐呀 这个这么大个 我说这个 我算是见识 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讲的 他们叫这个 真多多 不是 就像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我那些那个时候 我在纽约第五大大 我逛这个店 我每看到一个店啊 这个面包的香味 我的天哪 这对于我们从小 吃香蕉都吃不上的人来说啊 就那这太就是如鸡似渴 那个大肉肠子 这么大的大火腿肠 那种感觉 您说今天的年轻人 他还有这种感觉吗 所以文涛你讲的很关键的一点 反过来说的话 既然没那么多的人 那么如鸡似渴 这是好事 国家之福 说明这个社会 至少在物质上 是供给足够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 第一社会 这是奢侈的 不是 这是这个 已经发展 这个叫什么 富贵病 不是 如果我们 又回到以前 回到这个 那么多的人 每天都如鸡似渴的话 回到那个状态 那才是不幸的 就是我以前 也跟很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起聊天 我说 我到美国以后 86年到美国以后 很快的给我 最深的一个 一个印象 或者说让我 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件事 每到周末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美国人 这个做父母的 带着小孩 开着车 去海滩 对 日子过得那么潇洒 没有几个人 整天在讨论 这个世界向何处去 美国向何处去 对发达的社会 更应该是 低于我的社会 峰子凯就是说 这个人 就是 有一种人 叫做人生欲极强 人生欲特别强 就是说这种人 你看 衣食满足了不够 还要 那接下来就 美和艺术当中求满足 美和艺术当中满足了都不够 要在真相上求满足 要在宇宙人生真相上求满足 就是那种 就是他这个人生欲啊 他认为 李淑彤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你比如咱讲这个 说佛 说佛系 好像说不贪啊 当然我是不理解 但是以我 如果佛教的传说 是真的的话 那么 要照我看来 佛 他是最贪的人 他那个人生 这个欲啊 或者说 他的 就是说 为什么说这个价值的倾向啊 就是说 他想解决人生问题 他想求取真理和真相的 那个心啊 比 比谁都贪 你 你比如说 就就好比说 他是一个王子 他拥有了一切 但他觉得这不够 最后他甚至跟什么较劲呢 你人只要还有生老病死 这事就不圆满 我得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为什么走上了修行路啊 他是因为 就是你们所要的这一切 什么马云马化腾 在我看来都是小case 这些解决不了人生的大问题 你在这种地方感觉的 假如咱把佛当成一个人的话 你觉不觉得 他实际上又不是 那种咱们所说的云淡风轻 什么都无所谓 其实他是一个很执着 就是说执着到最后 也许他找到了不执着 我现在看了一些个调查 就是有些个年轻人 你知道吗 他说你 他说一句话 也是金句 他说 活着 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你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我这哪怕是在上学 交学费 你这包括说现在大学里说 有一个 去德国交流的项目 你是不是 你去不去 别的同学报名 我就不敢说话 因为对我来说 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活费 再也简单的 有选个什么课呀 或者是到外面补习个什么 但是他有一种 就是说我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艺术院校的一个学生 有一个财神 太佩服他了的同学们 就说这哥们上大学的第一年 就给他父母买了小汽车 第二年给自己买了小汽车 第三年自己搬出去 搬到高层 高租金的那个公寓去住 后来同学们说怎么发财 我都不知道 咱们一现在以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 再去创业再去努力 他说我的父母亲太苦了 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 他说我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我就想我挣钱的速度 一定要赶上超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 那当然 所以他就是完全的自己在外边 办那个艺校培训班啊 拉自己学校老师去讲课呀 一切他就他整个他不是在上学 他是进了大学就要挣钱 进了大学就开始经萨 所以学习是副业 经萨是主业 可是温涛 我更关心的是说 当他当初自己受过这些苦的时候 我没有钱啊 同学去德国交换生一年 能去我不能去啊 我在上海碰很多学生事 学校鼓励他们去去交换美国 他说老师 好 就算学校来提供每个月 我在美国的生活费什么费 我本来我不去的话 在香港一天替人家捕食五份捕食 我要赚钱要拿钱回家 我去了美国又停掉 怎么办 我就不能去 你说那年轻人 他经历过这样之后 赚到钱了 我在想 现在 你缺钱问怎么办 与其问要人家教你 你缺钱怎么办 要没办法教的 看你要付出多少 有多有机会 多聪明等等 不如别人提醒你 当你有一天不缺钱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要自己赚到钱之后 自己搬上大豪宅 每天喝五瓶红酒 你拿些钱 弄一个掌学金 补助金 来帮你的学弟妹行不行 你帮当初跟你一样穷 没有钱出国交换生的 行不行 你知道更多的消费者 我觉得为什么要当自由战士 就不能被这些商业 这些资本所殖民 殖民了你的心灵 就是你最惨的是 被别人操控的 你看 您这是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有个侄子 你知道吗 弗洛伊德这个侄子 做过一个史上著名的广告 这个广告很值得研究 就是说当时他是推销一种香烟 他这个香烟当时就是说 女性抽烟 他让女性成为烟民 对吧 然后他就找几个最时尚 最时髦的女郎 那个时候女的抽烟可能还不多 在纽约第五大道上 做出种种风扶水柳的姿势 自由 就那个时候让那些保守的女性 感觉到这就是这个自由 就是说烟就是一个烟 它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就是个烟嘛 但是当这个艺术家或者说广告者 他把烟和自由绑在一起 这个符号就叫能值与所值 能值与所值 你确定了 于是呢 大家觉得女士们这样抽根小细烟 感觉我很酷 感觉自由 你仔细想想吧 好多这个商品啊 它都是 它给你人呢 就像比如说你缺爱 买这个就是爱 买这个就是家庭的温暖 就是丈夫的体贴 这还有词叫desire和逆的 就是欲望和需要 是吧 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的需求没那么高 但是一旦涉及到desire 涉及到欲望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的欲望可能真的 我就要最好的 我们老讲活在当下 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呢 当你一旦活在当下的时候 这个橘子可能哪怕 平常我们会觉得 只有三四十分 说的夸张一点 当你完全和它建立关系 你就深刻的体验到 它是完美的 当你不能够和它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就想要最好的橘子 你就觉得最好的 吃了不就建立关系 不不不 就是当你想要最好的时候 就是意味着 就是我想拥有它 它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我 它并没有给我建立一种 平等的这种关系 就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才要这个最好的 因此来称托 我是最好的 但一旦我们活在关系中 我们会说 我和这个橘子 它也是一个根本存在 我也是个根本存在 我们两个建立了关系 而且建立关系的一个刹那 如果用基督教的说法 你会体验到神性 你也体验到完美 因为佛写来讲 你可能会 就是或者用一半的灵性的语言 会觉得你体验到 活在当下的感觉 当你能活在当下的时候 一切都是完美的 你就是什么都买不起的时候 你跟我们找某一个地方的一碗面 那个尽头也大不一样 我认为当你找最好吃的那碗面的时候 你就是你当时的品质 我就认为那个时候 哪怕你再穷 你有这个心 我们就随便了 它呢会找找找找找 哪怕五块钱一碗 我要找到最好吃的那一碗 这一方面 这就是一个品质 而且呢 这种品质呢 到后来的这个变化呀 比如说你喝五百块钱的红酒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喝一百块钱红酒时候的乐趣 这就像是他们像是演员 你也就牺牲了听很多笑话的笑点 对你来说都琢磨过了 你不像我们笑点低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 你说这太有意思了 我们吃点低 就会特别快 我现在就明白了 你知道我最近开始网购了吗 我真是后知后觉 这么这个这个乐趣 老听年轻人说了很久 我最近才迷上了 有点影响工作 我觉得我每天 你知道 你找什么呀 我找什么 我告诉你 我找乳油 陶瓷我买的 有二十多块钱的 有九十多块钱的 有九百多块钱的 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懂 所以呢 我只买二十多块钱的 然后呢 哎呦那个快乐 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图片 他那个什么 有时候你还甚至能直接联系 那个买家 你可以问 因为呢 就是我现在对这个陶瓷呢 宋瓷啊 一知半解 那么他们都是仿嘛 嗯 仿 哎 我就在这二十多块钱里边挑啊 挑啊挑啊 我就家里又有这个图册 我就对 对 颜色 造型 对 哎 这家 这个比这个好一点 那可能 那个碗也是他的靠谱 你知道 我很珍惜这个乐趣 我的朋友 你想马爷 那很多那是陶瓷专家 嗯 我想我在几年之后 终有一日 我的这个品位 会渐渐的上升 我会看这些二十多块钱的东西 就跟废瓷片一样 但是呢 那个快乐造不回来了 这个今天二十多块钱的 这个快乐 哎 就是 就是灰蓝色的 嗯 因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懂 你明白吗 我不是那么懂 摆在这台灯一照 好看 你就就 就就是他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好吃 你要不怕麻烦 才可能找到吃的 有人问我说 怎么提升自己的 这个 美食的健常水平 我说 问我要吃什么 我说 最好的方法是吃亏 哦 你吃了很多 就是踩了很多坑 撞了很多雷 之后 你慢慢的 一个餐厅 我大概看一眼 我就 能够知道他好一块 还有一个 对 我们一般的人来说 怎么才能找到 好吃的地方 一个是自己 要会点手艺 你会点手艺 就知道他做的 好与不好 好多人自己 一丁点都不知道 其实 只能用第一口网络了 对 那都是 好多还是用钱买来的 这个 刷的评价 你比方说 这个就很难 还有一个 就是 要教会做饭的朋友 有一个 做 餐厅的朋友 做川菜 就是每次 我们去吃都觉得 好吃鸡了 然后就发微博 然后别人来吃 没那么好吃 给你们炒的 不是给大家吃的 对 他不是 他每次给我们吃的 他就直接说 这个是不买的 这个是不卖的 我怎么听着 跟古董店里的 有点像 这个是不卖的 就是我们吃到的 实际上是没有 上菜单的菜 哎呀 后来 他们就把这个菜 就是做了 叫中国第九大菜系 叫板棚菜 老板朋友的菜 我亲身经历的 香港 这么一件事 我买了个 那个韩国的 那么一个大电视 好 买回来呢 没一个月 哎 黑了 就是 永远也打不开 好 就是说 让人来修 修 在香港 都挺有程序 修 说你这个修不好 我们给你 换 换一步 好 换 那什么时候换呢 下个礼拜一 给你打电话 结果呢 没打电话 没打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吧 我打电话过去 就说 哎 呃 我们是要换 我们要给你 那换就得换 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没有货 香港没有货 我们要等这个轮船呢 从韩国 再运来 我说那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一两个星期之后 给你电话 好 一两个星期之后 没有给我电话 我又打电话 然后那个轮船 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 你再等一两个星期吧 好 又一两个星期 你知道最后 整整拖了我两个月 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 这个韩国电视的机构 拖了我俩月 然后呢 到最后 我再打电话 说法就变了 说 哎呀 这款他们不生产了 那怎么办 说这样 再等一段时间 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 韩国生产出来了 我们再给你 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 给我许诺 你知道最后 我就彻底的翻了 彻底的翻了 最后 我享受到了人呢 崩溃的快感 哎 小弟 我的广州话 你知道当时 我觉得那个人呢 就跟表演 真听真看 真感觉以后啊 你那个熊变滔滔 我相信 我把这个香港的 这个客服 说的都落泪 说的都崩溃 哎 我就真是 许诺到 因为 不是主要是 下次维权找你去 主要是 那几天 有个生意也没谈成 就我心情 不好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 哎 人当人的情绪 是真实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 我就说啊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你没有电视台 他没有感觉啊 如果 你要不要 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两个月没有电视台 没有电视看 是什么感觉啊 我说 心想 如果还来 一个星期打电话 我给我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打电话 给我等两个星期 现在一个两个月了 我又台电视的群了呀 我又看电视的权利 我说 有机来 更大一部电视 也在我家庭 也在我面前 你怎么也感觉 我就说 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 天天在我面前 我天天都打不开 对吧 你听不听你 你不用我家庭生活 就像给大影响啊 哇 我说完之后 你惧之王 那边的小哥们 那边小哥们半天 我过去香港人 没见过这个啊 我们这家伙子 咱这雄风 对吧 然后呢 一分钟 都没说出话来 睡了 然后这 睡着 我全部明白 明白你没死了 我完全理解 他说的很真诚 我觉得 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 哥们 你模仿电话 你不要放电话 你等我 我问我上司 过来了之后 跟我说 哎 我们是这样 这个电视 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 现在我们已经有 比这个更新一代的 更高的这个型号 同样尺寸 但是呢 价钱比这个还贵 对吧 我们决定 给你换 免费吗 就那个没有了嘛 那个确实是 那个没有了 免费啊 当然免费啊 就我们给你换这个 更好的 我说 你毛桶 我吹泡泡了 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 你把给你洗 明天 明天 明天成功 天下按照十一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 哗哗哗哗哗哗 来了 哎 你说这个激情 激情的力量 谁能挡 就是说 前两天 也是有个经纪人 带网红的 跟我讲 他都微微奇观 你知道就是那种 我说这个网红 不是带货的 就是网上做直播 网上做 不是有这种 网红那个直播平台 有打赏的嘛 然后呢 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了解这个行业啊 他说 实际上 那些打赏的钱 并不是全给网红 这个平台方 平台方要控制这些 也不叫控制了 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 打赏的人 比如说每年 他说这些人 每年办一个活动 他说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他说 你能想到吗 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 打赏上千万 然后呢 这个平台啊 就要组织这些个 打赏上千万的人 来搞活动 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 整个会场 一个大圆桌 就他们坐在中间 那个服务 就头等舱机票 五星级酒店 好 他说那个平台 还吵了个人 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 有一个打赏的 这个富家公子吧 大概是 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 早来了一天 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 结果这个就叫条了 说哎呀 你早来了一天 我们这儿这个房间都没 这怎么着 那少爷一生气 走了 结果这家伙 他这个上司一听 你把他放走了 他上司亲自坐飞机 到人家那个人那儿 赔礼道歉 然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 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 各取所需嘛 你喜欢看什么 要不要打响 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 非常target 非常针对性的 目标性的 提供那个服务 像以前的广告方法 比方说找一个 好像明星偶像 然后他获胜出去 他卖东西 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 特别在主要方面 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 同样的心理的 可是现在 有了叫网络平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会被看见 我们看看 这算叫P2P吗 我不想 点对点吗 所以我觉得说 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 这个那个 而且还坐飞机 去追回这个顾客 我觉得这样才好 应该把这种精神 点对点 网红卖口红的 对卖口红 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上香港有一个 不是卖车 卖汽油的广告 我就蛮心想拉一句slogan的 他讲了一堆 对于车的什么 加什么油 什么好 然后最后一句说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也开车 OK 我开车的人 你也开车 所以我懂 所以我说 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 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 用在餐饮业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 商品行业也好 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 而不是老子开个店 或者卖个货 你愿者上调 来就来 不来不来 我觉得用这种 那个网红产业 这种服务态度 才是对的 我前两天呢 看了一篇文章 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 我觉得我看了他的 我才明白到 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 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 归于平淡 就是因为他讲 他是上个世纪 80年代的时候 留学去日本的 他说那个时候 我看到 就是那个垃圾啊 就所有人家门前 那个垃圾啊 都是八成新的冰箱 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 就被扔掉了 然后他说 到别人家里做客 那个东西多到啊 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 都要担心 怕碰到了他家里的 什么录音机 摄像机 电视机 什么机 全是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他说 但是呢 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 他是觉得日本 现在这样也挺好 他说你看 我现在再去日本呢 我突然发现 街上变得非常减速了 也没有说什么 到处丢弃的这种 半成新的电视机啊 冰箱啊 甚至垃圾桶 都变少了 就像说的 哎 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 就说最简单的 没有颜色的 没有花样的 这个他形成了一种美学 那就整个社会觉得 不要买多余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样 其实他倒觉得挺好 但是您说陈教授 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 这样的社会 这个经济算没活力呢 有活力呢 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 也是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 其实尤其是我知道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 普遍的追求的是 GDP快速的增长 总要在增长 要10% 8% 至少要7%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因为中国原来是那么久 那么多世纪啊 温饱都没解决 物质总是短缺的 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更多 要有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钱 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的满满的 其实这个到最后 当收入和物质共击啊 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还是每个人个人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那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就觉得 按照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 好像你没有增长 像日本这样的社会 不只是低欲望 而是非常的消沉 没有出息了 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 你看看欧洲的 西欧的GDP增长速度 一个两个百分点 那算什么 所以很多的国内的 这个经济学家就总说 你们英国 你们法国人 德国人 怎么那么没有追求 没有欲望 其实我是觉得 他们生活的很好 已经这么好了以后 那非得要工作的那么勤奋 总是每天像那个火炉 但是过去咱们讲 百业萧条 是不是个不幸的事 你比如说 我在台湾 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 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就是经济不行了 失业率也高了 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 这经济没活力 包括你看日本社会 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 提出都好几年了 似乎也没有见到 难道说经济学家 不是觉得往上 往上 要牛吗 难道要熊市才好吗 对对 我说的是可以往上 但是呢 这个靠什么往上 这个内容 要发结构 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人 原来因为物质短缺 是一个常态 所以总是要 白夜要兴旺 因为你要不兴旺 物质本来就少 那不兴旺 不是更加没有 人怎么活 但是到后来 到了20世纪 像现在 每年中国 不要说线上的 新的小说 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几千万 而且类别也非常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不仅仅我们那个GDP 比原来大多了 但是实际上 就文化消费的这个组合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是吧 原来的话是 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 是 文化节目的消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把 这个我们应该要把 这个欲望的 这个定义的范围 要拓展很多 否则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要 记住一个基本的 这个基于生理 生物的这个现实 我们每天就三顿饭 你吸收的 这个吃东西 不要超过 三千卡罗里的热量 超过三千卡罗里 你就会长胖的 那这个 你就是这么 瘦下来的地方 三千卡罗里 没有这样的上限 一天三顿饭 比如说李嘉诚 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 现在马化屯是华人首富 你说他有两三千万 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